震撼!太可怕了!一万富翁为他们的孩子建造了54亿个建筑物。 香港富商刘鸾雄、大刘,日前与37岁女友甘比终于登记成为合法夫妻,甘比在于吕丽君抖了多年后胜出。 而新婚的两人左手刺共同现身,目的是为了前去视察还在兴建中,未来一家四口要入住的三。 香港富商刘鸾雄、大刘,日前与37岁女友甘比终于登记成为合法夫妻。 甘比在于吕丽君抖了多年后胜出。 而新婚的两人左手刺共同现身。 目的是为了前去视察还在兴建中,未来一家四口要入住的三仙平豪宅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刘鸾雄拥有逾4000亿台币身家。 身边的两个女人吕丽君与甘比缠斗14年,最后由甘比胜出。 两人已经在律师见证下签自成为夫妻,今天新婚的两人首度现身。 去巡视正在兴建中的三仙平新爱潮,预计明年完工。 如今扶植约13亿元港币,约54亿元台币。 未来将与甘比与两人所生的一双子女住住。 而大刘很疼甘比所生的儿子刘仲学及女儿刘秀化,打算把这栋豪宅过户到两人名下。 此外,上月刘鸾雄决定与甘比结婚时。 她就在这个月初将价值台币44亿的房产送给甘比。 这回则轮到一对子女,看不难看出大刘对心爱的家人出售毫不求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